看一下如果你做完了 你要把它做輸出的話怎麼辦 先從上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儲存 有沒有一個這個叫做磁碟片 上面這邊 你可以把它儲存一下 不好意思 我剛剛用的古代的名詞叫做磁碟片 今晚小朋友換的這些都叫做記憶卡 好你按一下 先把你的專案儲存一下 那麼儲存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這個 好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問你你的專案的名稱縮圖 直接存檔 那麼如果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順便做發布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把它 存出來我先做一個儲存 我已經儲存好了 就來這邊做發布的動作 那發布出去呢 他就會開始幫你產生成一個影片 不過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他專案的方式 是不能下載下來 所以你給別人其實很單純 就是給他連結就好了 了解 那這個連結當然 你看我們在FBA好了 你是不是可以把那個連結 公布上去 他就連結過去 就一樣可以看嗎 好在這邊 公開 預設都是公開的 然後呢 我在這邊把他做 分享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連結了 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做好之後 這邊就可以直接 給別人這個網址或貼進去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要放在網頁裡面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部落格 你就需要用所謂的砍入了 他有集中這個語法 那我把這個 點兩下 那麼建議各位可以的話 最好 是可以 把描述放進去 因為這個有助於什麼 搜尋引擎 的搜尋 那當然 對各位來說 搜尋引擎能夠找得到的話 是不是更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貼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別人看到的是這樣子的 一個頁面 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 但是呢 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 我們這個假上 Cloud Animate 它還有很重要的 你們以前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電子荷卡 以前有一段時間 好久遠了 怎麼我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人家 很久遠的 現在也有流行復服 你看現在養雞又回來了 以前不是有電子 電子 那個嗎 電子 雞嗎 對不對 現在 那個電子雞又回到手遊城 對不對 好 反正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因為 假三科技這個它有個好處 因為它在線上直接看對不對 所以它是可以做互動 也可以做超連結 我們一般的影片是看了就看了嘛 但是在這邊它是有互動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 事實上是可以到它裡面去做設定那個 它裡面有那個互動的方式 比如說你點了哪一個 或者到這邊之後有一個超連結 出現在這邊 或哪一個圖片 比如說它手指這邊你就按下去 還是課程名稱 你就可以讓它直接連結到哪邊 或者跟它做 比如說卡片式的互動 好像拆題 你點一下拆的對不對 就是它有這樣的互動 這個是其他 目前做這個 所謂的那個 線上的 Graphic Motion Graphic 動畫比較沒有 這是它的特點 好它的特點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再稍微上去看一下 這樣OK